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8号星期五 今天我们来捞个钱盘吧 前两天看了一个消息 说贵州碧节有一个11岁的小姑娘 跳楼自杀了 原因是他们那边有一个文具店的女老板 诬陷了这个小姑娘偷了店里三块六毛钱的东西 虽然说当时女老板搜了这个小姑娘的身 掉了监控 但是没有查到她的这个偷东西的实证 但是女老板仍然不依不饶 把这个小姑娘的个人信息贴在了门店上 甚至还要把这个偷东西的事传到他们学校去 所以这小姑娘心里承受不住了 压力很大 那么就跳楼自杀 以正清白 看了这个消息后非常的震惊 当然我也为这条小生命感到非常的惋惜 说实在的 这个女老板是他妈挺操蛋的 你知道吧 是他妈挺操蛋的 关键是我曾经也遭遇过跟这个小姑娘一模一样的经历 但是我没人小姑娘那个勇气 对吧 就是以死去正清白 只能是打掉了牙丸肚子里咽 所以我就想聊聊这个事 然后聊一聊这个女老板这样的人的一个心理的 她是怎么想的 你知道吧 就是她的一个心理活动是什么 先说我当初是遭遇的一个什么事呢 是这样的 我当时呢 大一大一暑假的时候吧 当时我们学校呢 面临着这个全国高校的学生评估工作 所以呢 学校吧 就挑选出来60个学生 准备去参加这个评估活动 那么我呢 就是其中一个学生之一 那么我们这60个学生呢 不是来自同一个班 同一个年级 同一个专业 其实呢 你要放在不同的宿舍呢 不太好管理 学校呢 也是考虑到管理的问题 就把我们这60个人啊 集中到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宿舍楼里面 因为那是钢盖的嘛 还有空调 因为我们等于是要给学校卖命去 对吧 现在学校也得跟我们点好处啊 除了这个宿舍楼比较新 有空调 原本住6个人 现在改住3个人之外 每天呢 还给30块钱的补助 真是挺好的 对吧 反正在家躺着 也不见得有空调吹 对吧 顶多吹个电扇 但没人给钱呢 这个呢 还能给个30块钱 10天呢 给300 挺合适的 我就去干了这个活了 那么时间结束以后啊 那个59个同学啊 人家上午呢 就陆陆续续就全走了 但是我还没走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有一个汇报工作啊 要跟当时主管这件事情的 这个副院长张经生的汇报 所以呢 我没来得及跟他们一起走 我先去做了这个汇报的工作 直到这个中午饭结束之后 当时还跟那个院长 副院长一会儿吃了个饭 他请客 然后吃了个饭 然后呢 穿完饭 我才回到宿舍楼 宿舍楼呢 这时候呢 已经换岗了 换了另外一拨这个宿舍的两个管理员啊 然后我也没理他们 我呢 就收拾自己东西 出来交钥匙 然后呢 准备拿那300块钱就走人了 对 这300块钱呢 是你交钥匙的时候呢 宿管给你发 结果呢 我只拿到200块钱人民币 我就非常的吃惊啊 我说 不是应该300吗 结果那个宿舍供说什么呢 说给不了你300 只能给200 因为我们这儿丢了一个空调游空气 我就非常的诧异 我说你丢了一个空调游空气 你让谁 对吧 那谁弄坏了 或者谁弄丢了 你让谁赔 他为什么让我赔呢 然后呢 他给我一个非常牛逼的理由 是什么呢 说是上午交班的时候啊 他们数了一下 空调游空气呢 是20个 因为他们查速嘛 就是要回收这些东西嘛 收回了20个 但是刚才呢 他们又检查了一遍呢 还剩19个 而且整个这个楼里面 这个时间段呢 只有我一个人进出 所以呢 这个就是应该是我偷的 或者我弄丢的 我一听这他妈是什么理论啊 对吧 就是因为这一个时间段 就我一个人进出 所以我就成了嫌疑人 那么所以这个事情 我得承担责任 那他们这不是就成为 有罪推论了吗 对吧 那我得给自己自认清白 那我怎么自认清白 我说我没偷 然后他又不同意 对吧 他说我们拿出证据来 你怎么没偷 那你说谁偷的 那他们不会证明不得好啊 我也没装监控 我也没看 我哪知道是谁偷 所以这就是一个理不清的账 但是呢 因为他是从有罪推论出发的 对吧 因为你在这时间段 就你一个人 所以就是你 那我也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 虽然跟他吵了一架 但解决不了 然后他说那这样吧 那现在你那个 你说那个张院长 现在应该还在 学校没有走 那咱们找他去评理 我心想这事犯得着找他吗 关键是这样的 就这种问题 我当时思考是怎么回事 就说如果找了他 那这本身就是一个 很难说清楚的问题 但人家听到这个事情呢 人家肯定对我会有想法 对吧 说那人家为什么不找别人找你呢 对吧 因为咱们还有一个事 叫什么 这个苍蝇不叮 无缝的蛋 对吧 那你这东西更难解释清楚了 虽然可能日后 可以解释明白 还你的清白 但是呢 这个坏的 负面的影响 已经先出去了 最后你想收回洗清 这负面影响又很难 所以我想了一下 为了不让这个事件扩大化 那么这个栽我认了 对吧 打掉牙 我吞肚子里头 但我就不要这表现了 我这事 我认栽了就完了 关键是我心想你 他妈的说 偷空相望板 这他妈的太搞笑了 你这儿学校装的 都是格力的空调 我们家是海尔的空调 那拿回去也没用啊 我拿他被 被空调用板干嘛呀 以及偷一空调用板 还不是把空调用板 那电池我都偷了呢 对吧 那他被空调用板 还管用呢 反正就是他妈 我觉得这挺傻逼的一个事 就是因为 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人 所以我就是最大的嫌疑人 所以我得承担这个责任 这他妈的太混蛋了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朋友 也遭遇过类似的事情 比如说 这班里头 一个离开这个班的 那你就是最大嫌疑人 或者说 就是你回过这个教室 所以你就是最大嫌疑人 或者你当时没有上这个体育课 你因为肚子 你月经来了 或者肚子疼 或者因为阴病 你一人留在班里了 然后丢东西就是你干的 这是实在 他妈一个很扯淡的道理 你知道吧 或者你跟别人有矛盾 所以那个人的东西坏了 或者丢了 就是你也报复的 这就完全 他妈是一个混蛋逻辑 就是一个非证明 你他们有罪 然后呢 你还得让你自己自己自证清白 你拿出来 那你就是你的 这么一个混蛋逻辑 非常的他妈的可恶 就跟这小姑娘这事一样的 你知道吧 但是呢 我这事呢 到后面呢 还挺圆满的 为什么呢 因为等我大一 这个暑假管以后啊 回学校 那个宿管呢 找到我啊 那跟我说呢 原来是他们搞错了 因为他们另外一个宿管啊 中间的时候 拿着那个 就是所谓丢的那个油空气啊 去开自己屋的那空调 就了 后来没还回来 当时 但是最后盘点的时候 你发现还是20个啊 后来 他是可能后来还回来的 所以肯定就不是我能丢的 也不是我偷的 所以呢 他就把100块钱又退给我了 你说这他妈的事 对吧 如果说 这个宿管如果坏一点 对吧 他没主动跟我承认这个事 那这他妈姑我就背定了 幸亏他还是有良心的 对吧 找我来说这个事 我随我觉得这事 他妈的是 挺他妈的逗逼的啊 在这块 我觉得是挺逗逼的 关键啊 这种事情啊 长大以后吧 你等你工作的时候 你发现他又有一种反转 是什么呢 就如果你在办公室 留东西之后啊 如果啊 你突然喊一句 哎呀我操 我丢了两百块钱 我告诉你 很有可能啊 你会成为全办公室的 这个总实际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特别 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 这种的行为习惯上的 这种训练 对吧 还有这种的参与 这种被动参与 很多人都会敏感的 会以为你在说他偷了你的钱 啊 因为你没法指向你道 行 你也没有证据 你只能 哎呀我操 我怎么丢两百块钱啊 那么所有的人都会 都会是嫌疑犯 那么所有的人都要 因为证明自己不是嫌疑犯 而联合在一起证明 你是自己能丢的两百 这也是非常有意思一个事啊 这个给大家小小的说这么一句 但是呢 就咱就说这个事 说为什么这个女老板 一定他妈咬死的是这姑娘偷的 哪怕翻出监控 翻出人家的包 查了人家的东西 人就没人偷 就不是他偷的 但是也说是他偷的呢 哎非要撒这个谎呢 其实呢 大概是两种情况 一个呢是 他自己的这种心理的防御机制 为了保护他自己 对吧 然后呢证明他自己是对的 那么他就采取这种先发制人 或者也就是 就是反手以工的这种的方式啊 来证明他没有问题 别人有问题 对吧 他是正确的 以免自己受到这个心理伤害 所以呢 他要撒这个谎 第二种呢 就是他已经养成了这种 随后即出的这种说谎的习惯了 而且他也不能接受别人 揭穿他的谎言 他也不愿意承认这个错误 打破他现在 已把自己树立出来的这种人设形象 所以他一定要去 尽管就是抓不到任何的证据 也没有任何的依据了 现在对吧 他仅仅是凭自己的猜想 他也只能制造谣言 或者把谣言扩大化 来证明自己是OK的 然后呢 别人是错误的 我估计他的心理活动 就是这样 他不愿承认这个错误 对吧 就是他防守这个事情 所以把这个事情最好弄到 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 他本身逻辑就很逗 对吧 就是说 你我觉得你怎么 这跟他就没关系了 我一直就想不明白 咱们最后一个留在现场的人 或者是当时到过现场的人 就是称最大嫌疑人了 关键呢 你还得先给人定个罪 然后让他去证明自己无辜 为什么你不调查清楚 他有没有问题呢 对吧 然后呢 即便调查没有问题 你就承认他没有问题就好了 还要非要证明自己是没问题的 对吧 还要撒这个谎 实在是他妈挺混蛋的一个事 得了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吧 明天我们再继续扯断飞宾的事